DG分析今天跟大家說一說疫情之下的其他大事件 今天講的當然就是港澳辦高層的一些調動 張曉明就是原本的港澳辦的主任 現在就免去了職務 改任港澳辦公室分館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而代替他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 他會兼任這個職位 另一方面公佈也提到 駱惠寧和傅智應也會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他們現在是中聯辦的香港和澳門的主任 這次人事調動我覺得不太令人意外 只不過中央最後選誰當然我們就不會有外幕消息 但很明顯地就是 我想過去那半年的社會運動 明顯地就是今次張曉明職位的更替 可以說是一個後續的發展 因為如果你說是因為疫情的話 沒什麼理由現在疫情都是一個月左右 而且都見不到中聯辦或者港澳辦 在這件事上有什麼很具體的失職的地方 反而港澳辦和中聯辦 好像在今次的抗疫事情上 沒有什麼發言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會令人很容易理解到 其實中央在之前換了這個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之後 今次再進一步再做得深入些 就是連這個港澳辦主任都換了 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我們如果再分析得深入些 就是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會由一個這麼高職位 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去兼任港澳辦主任呢 其實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我想都不難讓大家都理解到 香港確實在中央心裡 我想第一就是很重要 第二就是現在情況很差 我想這兩個問題都不會是 有什麼互相之間的衝突 很重要就是固然之 就算是社會運動這麼混亂的情況下 阿里巴巴都回到香港上市 就看到其實香港的集資功能 無論是怎樣亂都好 中央都想繼續利用 但是那個情況很差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 大家需要多討論的事情 因為事實上去年的社會運動 是拉動到現在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很低的情況下 再去對抗疫情呢 是造成一個試倍功半的效果 所以中央我想在這個時候 疫情尚未穩定 就這麼急要換這個港澳辦主任呢 其實都看得到就是說 香港的位置呢 確實是一個非常之重要 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這次夏寶龍 接任這個港澳辦主任的同時呢 其實也都有一個 以前沒有這樣做過的一個舉動 就是說 香港的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和澳門中聯辦主任 還有附自應兩位呢 亦都是兼任這個港澳辦的副主任 這樣的話呢 其實現在看起來呢 加上張曉明 起碼來說 都是一個所謂的三角形的互聯關係 再加上上面呢 就是有這個夏寶龍 但是呢 其實 再看得深入一點 就是說 為何這個夏寶龍 這次其實究竟 他講就是他兼任 但是這個兼任的意義呢 其實就是在於 他其實沒有掉到 這個政協副主席的職位 那就是說呢 以後在這個港澳辦主任 這個位置上面呢 其實呢 我估計呢 過去從來都沒有這麼高層次的人 去做這個位置的 而且還要同時兼任這個政協副主席 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大家都會聯想到就是 未來香港呢 我覺得 有些人現在猜會不會越來越嚴 或者會不會盡快立這個23條啊 等等 但是也有些人說 這次可能是一個中央的人事調動 我希望緩和一下香港的氣氛這樣說 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呢 我真的做不到這個恐明 因為呢 確實 過去一段時間呢 其實我們見到 這個駱惠寧呢 就任了這個中聯辦主任之後呢 是相當之低調的 那究竟見過那些什麼人 做那些什麼的大舉動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 甚至乎呢 他從最初沒有講止暴制亂 去到後來講了一兩次止暴制亂呢 都成為了大家 或者一些傳媒朋友呢 大家去揣測他的動機 以及究竟他本身的邏輯 或者管治邏輯是怎樣行 我覺得這些呢 暫時看都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呢 就看回現在我覺得 第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怎樣令到香港 不要在這次疫情上面 去陷太深 這個就是第一點 做完這件事之後呢 我覺得才會見真章呢 知道這個駱惠寧啊 張曉明再加這個 這個副智英的三個副主任的情況 上面再由這個 國家政協副主席去做這個主任呢 這一種運作模式 究竟是代表什麼 但是呢 我覺得明顯地就是說 港澳兩地以後的 在中央那個 所謂那個 線眼上面呢 就應該呢 就不會再是 好像以前那樣呢 就是指靠一些 中聯辦的管治團隊啊 班子啊 過去那一套的運作模式呢 就跟中央去解說呢 可以作為一個 最高的 一個所謂的參考價值的一些意見 那麼 反過來說呢 未來你說究竟 會不會這個 港澳辦再有一些人事調動 或者再加強在哪方面的職能 和人手呢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呢 是直接影響到呢 未來香港特區政府 和這個 港澳辦 中聯辦之間的分工協調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 中聯辦 說是聯絡辦公室 實際 在過去那幾年 大家都看到 中聯辦呢 在港澳事務上面 尤其是在香港事務上面 尤其是在香港事務上面 他怎樣去跟這個 港區人大 政協去互動啊 以及怎樣推動一些的 就是 協助港府 去推動一些政策措施啊 在立法會裡面呢 怎樣去跟一些 議員之間的一些互動關係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未來一段日子呢 如果你說 港澳辦的權力更加大的話呢 其實呢 特區政府呢 那個的權力 或者那個的 和中央之間的關係呢 會不會也都出現變化呢 我覺得這些呢 在疫情之後呢 就可以見到真相了 好 跟大家聊到這裡